好了 鄉親啊 我們回頭來看 有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掌飾頭一次 由台北刷告 困頂來記辦 這也是指揮中心第一項 在貨華記辦的記者會 這個項題是報到台北項一模一模 回頭又來看 行春的蒼頭 沒過到山頂頂頂 當地農產品 要向在地道撒館公 肯定心情不錯 算佈好小心 現在是中央流行 以前這位中心的記者會 頭一次在外面記憶 現場的報道都一樣 也和阿中部長在笑說 這真的有夠讚 另外一段又來又有條 後一段就要開始 貼金過來的經濟跟觀光 那臺灣的裡面 我們可以逐步的恢復 我們正常的生活 記者會現場 還可以看到各種冰凍的地產 為火到切菜水果榮譽產品 希望說阿中部長 可以到退銷 起過昆頂 敢不夠今天的所在 去撒鳳凰 臺灣每一個地方都非常的好玩 那當然我會想要去 回頭部長也要入住 代表要求在 風景的明信片上面 簽名未來發行 這種的明信片 也說可以拿進昆頂的觀光 隨時這兩天一月 六月風也利益 團隊是有夠無形 第一天一早在飯店 吃過早餐之後 就跟吳南平一早中心 跟國保局的阿嬤 作為表演 拜訪國境自然 感受南臺灣的熱情 看得出他心情真好 這幾歲就有了困難的 生態環境 也有了民療國家對的用心 他看到三井 白狼心有了 讓我們繼續熱活防疫 冰東館長 環明安 有送人 高級辦 衛生 把金 收起來 離開 智慧中心 帶頭路南去撿 阿東部長心情 非常輕鬆 他說可以看到民眾 生活 媽媽都會讓鄉上 真的有夠高興 一次去康町 撿 風力團隊 親心喜歡 我的要點就是要 讓國人有信心 跟大家說 過來真的很安全 很好的風力 真的可以放輕鬆 出去遊覽